继续来关注韩国与日本的贸易争端 韩联社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将在清瓦台 会见朝野无党领袖 这时 与会者可能就应对日本 对韩国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发表声明 与此同时 韩国政府多管其下 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发声 谴责日本贸易限制措施 另一方面 也积极寻求与日本 通过对话解决矛盾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朝野无党秘书长 已就会晤时间 地点 与会人员和议题等达成一致 将面向国民或是针对日本发表声明 声明内容没有视线商量 将在会晤中充分交换意见后 决定具体内容以及是否发表 韩媒称 朝野各方一致认为 需在应对日本对韩国 采取贸易限制措施这个问题上 进行跨党派合作 17日 韩国经济副总理 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南基 主持召开经济活力对策会议 继续敦促日本撤销出口管制措施 并与韩方进行磋商 洪南基指出 此类经济报复举措 动摇韩日经济合作的根基 同时进一步削弱全球价值链 从而损害全球经济增长 他说 韩国政府将向国际社会表明立场 同时在近期制定综合应对方案 减少对日本原材料 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业的依赖 永远